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的Norad 那我們就緊接著來錄今天的第二部復盤影片 那今天總共就兩部 就都10檔10檔 然後剩下的大致上還有10多檔 那就是明天或後天 那如果說想要這個復盤個股 就在我的IG 不是IG 這個YT影片直接 下面直接留言啦 也希望大家多多留言 然後讓我的影片有更多人看到 如果說你覺得我 影片有用 那 可以介紹給你的 觸鼻嫁拼 那個 講台語沒有很堪 反正就是介紹給朋友看 如果說你覺得有用的話啦 那如果說你覺得沒有用的話就 就就就就對就把它關掉 好那我們先講一下 因為我剛剛前面的 有一些東西講出 就是 剛剛第一部影片的 洪傑克到那個 陳夜依的這個開盤的 這個 不是開盤這個 解盤的這個東西啦 我們看一下 這個 我們看這個 那時候是看到一個小時的線 然後那時候是虛線 就是說它是自動化 自動化還是虛視線 剛剛在講的時候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說這個地方如果是可以突破的話 就是很好 然後就是說 剛剛說4點 結果我發現它跟訓練會議不一樣 有點錯亂 剛剛切成這樣4個小時的時候 發現它還沒走路 所以 要看這個4個小時的線有沒有去越過去 就是在這個小時到5點的時候 如果說它能夠順利的過高 然後去突破下降趨勢線的話 就是一件好事 不過大家看到我影片的時候 應該已經8點半 是第一步 所以我只是想要去更正一下我自己的說法 不是到4點 因為現在我錄製時間是4點15分了 是到5點 如果說5點可以去 有個比較明確這樣子的走勢上去的話 當然就是一件好事 所以 等等看到我第一部副版影片 應該就是8點半 然後這個震盪會很大的時間 就是這個 飛農就業數據會開始外 好我們就來解盤吧 然後從詠欣講到瑞宜 反正就是 剛剛都還沒看過 因為 基本上如果說要 先看過影片 然後再來解盤的話 有時候會 花比較久的時間 那其實有一些 講一講自己 腦袋有一些鈍的 然後就會講出 我比較當下的一些想法 譬如我看不懂 那我可能就會 不會硬去看 因為我可能要解盤 那這個都 又是大家留言的 所以說 我會硬去看 然後去講出 我覺得可能會這樣發生 可能是多方 可能是空方 但是如果現在完全沒看過 當下去看 如果說我一眼就看不懂 那可能他 對於這個支撐壓力的這個方式 就是非常的薄弱 對於這檔個股 然後我們看一下詠欣吧 詠欣就是生技一條 然後 近期炒得很兇 那基本上呢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為什麼說沒什麼特別 因為我覺得 就是一樣 衝高不要追 那等他回調 所以說就是 目前回調到這邊 還是有機會 那當然你去追這一根 這一根的人 基本上呢 這一波這樣的回調 應該會 把很多人嚇走 所以 他的爆大量 不是出現在這一根 而是在這一根 所以 可以去想像的是 或許在47.5 會有一個支撐 但我這邊 就不多贅述 因為 我 覺得啦 我覺得 這邊的話 你去 自己去細看 你去細看這邊的 一些 他的一些支撐壓力 我覺得就好了 然後我 比較看的大級別的 支撐 我會比較看 底部這個位子 那這個地方我不會有撐 我認為應該會有撐一下 撐一下 然後 看後面會怎麼去走 所以 47.5這邊可以做關注 就是他大量的低點 因為 市場上蠻多技術分跌的人 會去看大量的低點 對 有些人看五字軍 有些人看十字軍 那 就是 有些人就是看大量的低點 然後 當作他這一波上來 他應該要防守的價格 譬如他 可能在底部這邊 或是說他是在這幾根 大場大跌的時候 然後就把這個地方 當作是一個防守點 而如果他跌破的話 就會 我就會在這邊去思考 要不要去接 那 大致上是這樣子 那也可以看到說 他這邊 到達的 高點 到達高點 大致上在這個地方 也是一個雙頂的結構 這邊移動一下 我畫面剛剛移到 好 那反正是新的一個雙頂結構 所以 變成說 你這邊到這邊 你還是得去算一下贏輝比 看起來應該還不錯 所以 你可以試試看 不過我比較期待是 可以砸到這個地方來 對 好 看一下四星KYL 這檔非常非常的強勢 那目前可以去關注的價格 我認為就在900塊左右 不過他前面這邊也有是突破900 然後又穿來穿去 穿來穿去穿來穿去 然後跌破又上來 之後再下去 所以說 那這個900 究竟是不是一個真正的支撐 我是抱持著一個懷疑的態度 那因為 有前車之劍 這個東西 他在這個地方 價格上 穿來穿去的話 嗯 就 比較難去 呃 覺得說他一定會 怎樣子 像我自己在 我記得也蠻清楚喔 像是在 5月 5月幾號 5月這一天的時候做進場吧 開盤 都做進場 然後被砸盤 然後砸到這一根這一根的時候 我就做出場 然後就後面LUNCH 所以我在這邊呢 900塊我也是被洗過一次 我被洗過一次 然後後面砸下來 所以說 這個900塊到底是不是一個 真正的一個 壓力 我不能夠做保證 只是 我覺得他是一個多方的指引位 啦 那目前看的位置 我認為我 如果是我的話 要再更加保險一點 我會看這個位置再去突破這樣 然後才會去做進場 然後 900塊這個位置呢 我會有一個底 我覺得說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人這樣 穿來穿去 然後洗來洗去 這樣子 我覺得也不是不可能喔 雖然說我當初 我壓的位置是壓900 不過 可以看到這一大塊 確實就是這樣洗盤 洗來洗去 所以 你要不要再900塊去入場 資格決定 我會比較看到大概1000 突破1000塊我覺得 比較會有興趣 我自己個人的觀點 突破這邊會比較有興趣一點 那當然你也可以覺得說 他已經突破了下降曲線 他應該會蠻強勢 所以說 你也可以考慮喔 一樣啦 就是 做單嘛 可能是 可能不是 然後抓出你最大的利潤 這樣 目前看起來如果說你抓個3%做停損 也是蠻合理的阿 之前也是被洗出去 這根 這根去開板的時候接 我覺得他應該是守住 就是被砸盤 所以說這邊也是做停損 然後我們後來就沒有再做進場 後面就沒做進場 對我比較 沒辦法去 呃 換一個 觀念阿 就是說 我看 看到當初的這根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這個地方是一個假突破 然後可能會下去 所以說如果說 你有時候是一個多空思維的人的話 你比較難去做單 那如果說你是單純 就是做多的 你可能這邊 你是做多 疊破摔 走掉 然後呢 形成一個破底翻的時候 你再試進場去做多 就是這樣子阿 那 之前這邊盈虧比其實也沒有到非常好 這邊 目前就是看這樣吧 我覺得他應該是蠻強勢 我會比較期待他 比較明確的話 要突破1000塊 那我們來講一下支援嘛 支援大致上就是 之前有說 守住180 然後 禮拜一的時候有來check過 然後後面這幾天 忘記是禮拜一還是禮拜二禮拜三去 有做過副盤 那後面禮拜四 我在昨天的時候 又來check過也是180 所以說又守住 那今天往上走 還蠻合理的 然後他三戰區現在的部分 是已經跌破了 所以說可能不會走那麼強勢 可能開始很反 所以180這個價格 搞不好後續我就會等到 那一樣我們就是抓180到210 這邊的一個空間 那當然 這邊200 我建議啦 如果說你手上有單的人 我建議還是可以先出一點掉 他整個壓力區應該是200到210 我自己目前這樣看 那180是支撐 那這邊的盈虧比應該還算OK 到這邊的話有10% 那是有機會 有機會上去的話 那你如果是心中覺得有機會上去 那你就坐進場吧 180支撐 那你跌下來應該170會守住 可是應該不是 嗯 170 對如果說跌破170 大致上能夠去坐進場的位置 應該就是在這個區塊 那如果說跌破了就是一樣這邊 我會這個方式的往下去抓 往下去抓 抓3%這樣子 好我們看一下台嶺 台嶺就是 我們之前在復盤的時候很常講 他在做一個 上些形態嘛 然後 欸 硬生生的這樣子 砰就突破過去了 砰就突破過去 然後 然後 拉閃靈板 所以說 我覺得啦 就是 我也常常會去做 上些形態的空方 就是左側的空方 那 會不會很常被洗掉 也蠻常被洗掉 但是就是 你也只能在 這個 拉到最末端的時候 比較能夠去確認喔 就是說 可能大家一次嘛 兩次兩個點 連成了 限之後第三次 可能可以去做空 那第四次也可能可以去做空 不過 事與願違他就是拉上去 那後續呢 目前應該是 看向這個位置吧 大致上就是 這樣子吧 這邊是一個平行線的支撐 那 他的 三層趨勢線的支撐 是在35 我覺得他三層趨勢線的支撐 應該 是蠻強勁的 不過 每個人畫出來 感覺是不一樣 所以我不好跟你說 到底是在哪邊 對 不好跟你說 你可以自己畫畫看 你覺得是哪邊就是哪邊啦齁 那 目前三層趨勢線也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 我覺得我會退一步去看 我大致上應該會比較有興趣的是 可能比如說禮拜一 直接砸盤 到33.5到34 這邊這個位置 我覺得比較有興趣 那也是這個 上升趨勢線 差不多的位置 當然這邊也有小小穿線 所以說 目前應該是看向這個區域去做多 不會再以空方格局去看 是以做多的格局去看 好 我們看一下劍基吧 劍基 看一下喔 他之前是被壓30塊 然後這個區塊呢 因為他平常成交量很少 你看一下他成交量34張 這個應該 這個 一個人 我一個人也可以買到35張 28塊 對不對 這個成交量很小 然後這邊突破 踩住 跌 然後變反壓 反壓 然後這個地方 看一下這個地方呢 突破 回踩 卡卡卡卡卡 反壓又下去 所以說 盡量阿 我們的這種突破買進的方式 還是盡量找有量一點的 但也不是說 沒有量就一定不能使用 只是在於說 如果說你在觀察的時候 發現了 他支撐壓力感覺 好像怎麼這樣穿來穿去的感覺 那你就要做小心 那確實這個30塊是一個 還蠻重要的支撐 而且他 感覺就是 因為今天上去嘛 然後今天有人在守 守住31塊 所以 基本上就是30到31 還是 維持在一個 我認為可能是一個買點的位置 那就 沒什麼特別的 因為 因為 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有越過下降趨勢線 那這個很久之前講 因為 我這個線花這邊 代表說 我那時候說如果是他可以突破 回撤 然後這邊可以考慮做進場 最後壓縮到底部這邊才往上噴 對 所以都說不定了 那目前的格局就是 守住30到31 就可以了 那他成績量非常少 所以 這個支撐壓力有可能 搞不好他故意跌破30 也有機會後面的launch 所以 誰都說不定 所以你可以挑一些比較看得懂 好 說我天 我這場就是之前做過解盤 忘記好像在這幾天 然後他就真的上去 那他也是成績量很少的個股之一 這129 150張 然後這個208張 都真的非常非常少 可是確實股價就這樣噴上去了 對 那目前就一樣吧 看回調吧 看回調到95 就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做什麼 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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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熟 不知道是做什麼的 那維持在三分趨勢線 最好在三分趨勢線跟平行線的位置砸下來 剛好去對應到 那是更加強勢 好 那他成名店 成名店一樣沒什麼特別的 目前我覺得他應該慢慢拉 拉盤拉拉拉拉 拉到這個前高壓力大概17.5的位置 目前這樣走 走一走到這邊末端 那他怎麼怎樣的情勢 要突破 然後還是怎樣 我覺得就等待這邊突破再去看吧 要嗎 不然的話等在這邊 當然敵到這邊的時候應該是已經罰人問金 沒有人要操作了拉 可是搞不好就會反彈一波 有時候股票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設好一些單 比如說價格超過這邊就想 價格低到這邊就去想 這樣子這個兩個警示燈 或許會帶來一些幫助 我講到瑞穎 每次都忘記喔 看到滑星 我就想要40塊 那看到40塊就想要滑星 那為什麼講了一個禮拜多 我就是壓住40塊 所以基本上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如果說你多方的人 你就是等待他突破40元 40元已經成為 連這個散戶 連這個小朋友 都看得懂的壓力了 所以如果說你還在買在40元的 或買在39元 這邊這個地方 我覺得就先 止住喔 先不要這樣子去做拉 因為39到這邊 %數才2%多 那你要抓幾%做停損 0.77%嗎 還是你要抓1%做停損 對啊你還是抓2% 這個影饋比就不好了 所以你一定要等待他突破 出了一個方向 你再去追嘛 對 你要嘛就是等他突破 像這一根 並且喔 要在收盤附近的時候 他還能夠維持在40塊以上 譬如他今天收盤說他41 那我就可以跟你說 你這個地方 買進去我覺得應該還蠻OK的 當然 隔天也有可能是下 但是下來40元 就是你的加碼點 這個就是 常常要講的 那34點我就是下一個支撐 就這樣 沒什麼特別的 我看一下伊特 伊特 我這邊畫也是 雙頂 雙頂 雙頂就是一個M 大型的M 那來到了雙頂壓力 然後目前的量 看起來好像不足以他突破 不過 說實在話 都不要講這麼這麼滿喔 之前一個月前 我記得有分析有一檔 我忘記要叫什麼 那他的前面的壓力也是 1萬多張 那結果他最近的這個成交率只有兩三千 最後還是突破了 所以 什麼都不一定 什麼都不一定 看他吸籌碼的過程 看他吸了兩年 所以如果說這個地方可以去突破的話 就是一個 好的位置 不過你也可以看到啦 假設 假設我是主力 我肯定在這個 在這個69多70這邊 壓一堆單 在這邊 在這邊這個 做這個賣出啦 如果我是主力的話 哪一天我成為主力的時候 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如果說 是我的話 我這個支撐壓力 我肯定 壓力我特別壓得死死的 不會讓大家過去的 那 我相信如果說 是這檔主力 他應該也是這樣的想法 所以呢 一樣啦 等待回調到 這邊吧 最好是三針趨勢線 大致上我抓一下 五七 對 差不多五七.五這個位置 然後更三針趨勢線這個位置 或是說等待突破 再去做考慮吧 好看主力檔瑞儀 瑞儀就是在 忘記什麼時候講的 應該是禮拜一吧 有看我花這個區塊 應該是 然後 九七.五是一塊 支撐 然後上去之後就會到 一百一十一 那就是看自己個人 怎麼去抓啦 看自己個人怎麼去抓 九七.五看下禮拜有沒有機會再到達吧 不是說 你這邊隨便買到 九七.五附近的時候做加碼 那之後往下去抓個 趴數做停損 這樣子 往下去抓 那你所期待的就是 有機會拉到這個前高 先慢一點 然後拉到最高 不過說實在 拉到前高的話 他的趴數很差 所以 而且看一下籌碼 那他籌碼部分 應該是 震彈王是蠻有機會在突破前高 所以應該不用那麼擔心 不過你這筆單有可能就真的只賺到 只能賺到這個14% 我們看趴數了 搞不好真的只能賺到14% 為什麼 因為 量 我先都不說會有些例外的情況 因為我不能 像我剛剛上面前一檔我講 我說 之前說肯定不能過 那邊壓力特別大 結果勒 還是過了 所以說 沒辦法做百分之百 只有肯定 只是說 如果這筆單進去 然後加上一些時間價值 可能會壓盤壓很久 然後拉 然後跟一些 總總原因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口袋名單 那你覺得說 這個大盤漲漲跌跌 我不太想要參與這個股市 那或許就把 一些資金丟進去這一檔 那可能就是 漲得慢 但搞不好真的就會慢慢漲 然後一層一層的位階就上去了 他應該沒有下一層 下一層看起來應該是在 103組 還是有下一層 103 104這邊 還是一層一層的去看 對 這樣子吧 看起來趴數是 沒那麼漂亮 所以如果說往下砸呢 可能這個趴數你就不能抓太多 你抓個 2趴就先走吧 那 對 應該沒有到那麼漂亮的一檔個 好啦 我們就明天見吧 對 就明天見吧 明天應該還是兩部影片 好就先這樣子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bunk Couldn不留 1趟 方